米卡创意探索包 探索篇 小灯泡亮起来 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便便便先生 今天我们做一个跟店有关的实验 除了米卡创意探索包里给我们提供的 电池盒 电线 灯泡 灯座 开关 我们还要请家长给我们找来五号电池两节 好 现在呢 我们开始连接电路 首先 我们先把灯泡 安在灯座上 然后呢 我们拿出电池盒 小朋友们仔细看 电池盒上有两根电线 一根红色 一根黑色 我们先把红线的一端 连接在 开关一端的金属片上 像这样 然后把黑线 连接在 灯座一端的金属片上 看 连接完以后是这样的 接下来拿出蓝色的电线 把蓝色电线的两端 分别连在 开关 和灯座的金属片上 接下来我们把电池 装到电池盒里 小朋友们 你们记住 电池光滑的这一面 要对准电池盒里 有弹簧的这一面 像这样 另一节 也用同样的方法 装进去 好 现在呢 就做完了 看 我们现在呢 按下开关 看一看 你的小灯泡 亮还是不亮 为什么按下开关 灯泡就会亮呢 因为啊 开关是连接 或者切断电的装置 打开开关时 电流就能通过 灯泡就会亮起来了 断开开关时 电流无法通过 灯就灭了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这个实验 你们会了吗 赶快拿出你们的 米卡创意探索包 自己动手 试试吧